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鲍子哈齐的故事 在中国云南省边境有一座森林 名叫摩塔谷森林 这森林里长有各种各样的蘑菇 哈尼族孩子达宇经常和爸爸去森林里采蘑菇 爸爸 这里的蘑菇可真多啊 我们今天可要多采一些啊 达宇 你可别到处乱跑啊 这里是有野兽出没的 这里有野兽 爸爸 这里怎么可能有野兽呢 哎呀 这是什么声音啊 难道真的有野兽 小声一点 我们过去看看吧 达宇跟着爸爸寻着声音 走到一块林中空旷地 直接那里躺着两头野兽 左边是只两百公斤重的野猪 离他不远处是一只豹子 地上一片狼藉 血迹到处都是 看来 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两败俱伤的搏斗啊 爸爸 他们干嘛要打架 谁知道啊 不过看样子 他俩都已经死掉了 爸爸 爸爸你看 这只豹子还没死 他的眼睛还睁着的呢 竹子死了要开花 老象死了要苍牙 豹子死了不闭眼 他一定是心里有事放不下呀 爸爸的话刚说完 他们身后生草丛里 凹得响了一声 声音清脆稚嫩 声音像猫 但又不全像 达宇踮起脚跟 一步一步探过去 竟看到一只小豹仔 爸爸 你看 这里竟然有一只猫 这哪里是猫 这是一只小豹仔 小豹仔 难道这只小豹仔 是那只大豹子的孩子 是啊 我想当初豹妈妈正在给他喂奶 忽然一头大野猪闯了过来 爸妈妈以为他要欺负豹仔 就和他撕拼起来 现在斗了个两败俱伤 看 他倒地的时候 头还一直向着孩子呢 这只小豹仔 好可怜啊 爸爸 我们把它抱回家养好吗 好是好 可是 它是一只豹仔 长大会很危险的 但是 它还这么小 它不饿死也会被别的野兽吃了的 好吧 我们带这个小豹回家养 谢谢爸爸 就这样 父子二人将这只小豹抱回了家 并给它取个名字 叫做哈奇 小豹子哈奇 一天天长大 它已经成了达羽家的一员 哇 达羽家里的豹子 已经长这么大了 看起来真是吓人啊 虽然它是一只豹 不过它还是挺温顺的 从来也没咬过人 况且它还是个孤儿 也是很可怜的 老公 我姑妈家就在前面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好的 终于快到了 真是太好了 我们赶快走吧 救命啊 快救命啊 快来人啊 豹子 豹子要吃人了 别怕 别怕 有我呢 哈奇 一见有人 拿着一把刀赶来 误以为 这个男人 要伤害这个女人 于是 他就一口轻轻咬住 丈夫的手臂 刀子啪的一声 掉在地上 救命啊 豹子吃人了 哈奇 不准咬人 快跑啊 赶快逃命啊 哈奇已经长成了一只大豹子 再也不能让他到处乱跑了 没准 他真会伤到人 爸爸 那该怎么办啊 我看 只有将他锁起来了 爸爸 别锁哈奇 好不好 他自由惯了 锁起来会憋坏他的 往后 我每天跟着他 看护着他就好 这只豹子这么大 打雨 哪里能看得住啊 是啊 就算把豹子用铁锁锁着 也不是办法 他已经自由惯了 哪里能锁得住啊 那该怎么办啊 我看不如将他放回到摩塔谷森林 让他自由自在的生活 那里人迹罕至 不怕吓到人 也不怕人们伤害他 何况他已经长成一头真正的大豹了 应该可以独立生活了 嗯 看来 也只能这样了 就这样 爸爸便带着哈奇 去了密林深处 然后 趁着哈奇 追赶野兔的空隙 就转身离开了 我总算把哈奇送走了 但愿 他能好好过日子 哈奇 哈奇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呢 达宇 你放心 哈奇他一定在山林里 生活得很好 嗯 我相信他会过得很好的 然而 第三天的一个晚上 达宇家的门 传来一阵响声 爸爸打开门一看 不由的啊的一声 门前站着的竟然是哈奇 哈奇 是哈奇回来了 爸爸 哈奇他这是怎么 他好像是饿婚了 看来这几天 他一直在饿着肚子 在寻找我们家 爸爸 妈妈 就让哈奇住在这里吧 好吧 那就让他继续在我们家里住着吧 谢谢爸爸 老板 找他 要把哈奇 长期养在家里 毕竟是有危险的 达宇是个孩子 考虑不到那么周祥长远 可是做爸爸的 总得往远处想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伤了人 拿什么赔 而送到森林里去 他又不愿意 哎 究竟该拿哈奇怎么办呢 老公 你看报纸上的这则新闻 一个农民抓到了一头小熊猫 将它送给了国家动物园 动物园发了一大笔奖金给它 而这头小熊猫也在动物园生活得非常好 对呀 可以把哈奇送到动物园呢 它在那里吃喝不用愁 又没人会伤害它 而且如果达宇想它了 也可以到动物园里去看望它 就这样 达宇一家人准备将哈奇送到动物园 他们给动物园写了一封信 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然而这个消息被一位盗猎者得知了 于是他便和同伙 伪装成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村子里 动物园的卡车怎么开进了我们的村子呢 你还不知道啊 达宇家里准备将他们家的豹子哈奇 送到动物园里去呢 我代表动物园向你们一家表示感谢 动物园也会表彰你们一家的 表彰就不用了 我只盼哈奇能过上个好日子 别让他受委屈 这样我们也就放心了 这只豹子可值不少钱呢 要发财了 达宇感觉这两个家伙不是好人 于是便瞒着爸爸妈妈偷偷跑了出来 并搭了辆过路车跟了上去 我们终于把这只豹子骗到手了 对呀 那家人可真好骗啊 我们把这只豹子卖给马戏团 少说也能赚到好几万的 这两个人果然是假的 不行 我得去救哈奇 达宇趁那两个人喝得烂醉时 便将他们放在桌子上的钥匙拿走 并将卡车上的笼子打开 哈奇 快 哈奇 快跑 快跑 你这个臭小子竟然将豹子放走了 我打死你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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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豹子吃人了 哈奇 哈奇 快跑 快跑 这时 这时 我应该已经明白了 山林里才是他真正的家 他应该已经在那里找到了他的幸福 海洋垃圾的危害 潘娃脚位于普吉岛的东南边 有一个海军 有一个海军基地 码头 水族馆和几个度假村所组成 在潘娃脚海滩的尽头 有一个海洋生物保护战 有一个海洋生物保护站 许多受伤的海洋动物都会被送到这里来医治 好了 好了 马上就要出来了 小心点 千万别伤到他 唉 又是游客们随手丢弃的垃圾 每年都有很多海龟和鱼 因为误食了这些垃圾而丧命 是啊 希望以后 人们不要再随便往海里丢塑胶袋 保特瓶了 海里的动物吞下这些东西 会对它们造成极大伤害的 在普吉岛周围的海域 生活着许多的海豚 但因为人类随意将各种垃圾丢弃到海里 因此让这些海豚的生命饱受威胁 唉 最近怎么没见到大个子啊 它跑到哪里去了 唉 别提了 它前一阵子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 肚子痛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后就死掉了 啊 怎么会这样 之前住在珊瑚礁附近的 那位老海龟爷爷 不也是吃了什么东西 肚子痛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后就死掉了 它们究竟是吃了什么呀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我想应该是人类丢弃在海里的东西吧 除了游客 还有一些渔民 会将废弃的渔网任意丢弃在海里 这些破烂的渔网 也是经常伤害海豚的凶手之一 该死了 怎么会一条鱼都没有呢 哎 真是的 这张渔网怎么破成了这个样子 难怪抓不到鱼呢 原来是网子破了 哎 这张网破得太严重了 没办法修补了 哎 是啊 也不知道怎么会烂成这个样子 留着也没用 丢掉算了 那张被丢弃在海里的烂鱼网 就这样悬浮在海面上 给海洋动物带来了危险 果然没多久 它便缠住了一只游过来的小海豚 哎呀 什么东西缠住我了 真讨厌 快走开 快从我身上下去了 小海豚不停地挣扎着 想要摆脱渔网 可是细细地往线 紧紧地勒住了它的背棋 并将它的背棋割出一条条血痕 怎么回事 好痛啊 它怎么越来越紧了 这只可怜的小海豚 被鱼网勒得伤痕累累 它的体力越来越弱 最后只能奄奄一袭地 漂浮在海面上 好累啊 我没力气了 海浪将这只小海豚 冲到了岸边 它虚弱地躺在沙滩上 很快便因脱水 而失去了知觉 幸运的是 这只小海豚 很快便被路人发现了 你看 那是什么东西 哎呀 好像是一只海豚 我们快过去看看 天呐 真的是海豚 它怎么会搁浅在这里 还伤得这么重 这样下去会死掉的 是啊 它好可怜呢 我们得救救它 对了 这附近有个海洋生物的保护站 我联络它们看看 没多久 保护站的工作人员赶来号 立刻将小海豚抬上了车 然后直奔保护站而去 小海豚被送到海洋生物保护站后 那里的工作人员 立刻对它展开了救治 哎呀 鱼网勒得好紧啊 可怜的小家伙 如果没被发现的话 肯定会死掉的 是啊 那些渔民 怎么老是将鱼网扔到海里呀 好了 全都取下来了 小家伙 鱼网已经没有了 你活动一下 试试看 唉 它脱水的时间太久了 现在还没办法自己游泳 来 我们先帮助它 慢慢恢复知觉吧 太好了 它可以动了 嗯 它身上的伤 状况不太好 我想先帮它打个点滴吧 打点滴 给海豚打点滴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工作人员先是用毛巾 将小海豚的头部蒙住 然后为它注射了麻醉针 小家伙 不要怕 我们要打针了 你带着它 你带着它游上几圈 让麻醉药尽快发挥效用吧 嗯 好的 打完麻醉针后 一位工作人员辅助着小海豚在水池里游泳 等待麻醉药发挥作用 麻醉针起作用了 好 快准备点滴吊床 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立刻在水池边上准备了一个吊床 然后又在吊床上方挂起了点滴瓶 快 快把海豚移过来 人打点滴可看得多了 可是海豚打点滴还真是第一次看到呢 海豚的血管该怎么找啊 好了 可以了 真是厉害啊 连帮小海豚打针都打得这么准 那是因为我们经常给各式各样的海洋动物打针 自然孰能生巧啊 什么 你们经常给各种海洋动物打针 是啊 尤其这几年 随着游客越来越多 海洋动物受到伤害的情况也随之增加 他们受伤跟游客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了 有些游客随手便将一些垃圾扔进海里 他们都不知道 如果这些塑胶制品被海洋动物吞下去的话 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还有像鱼网这类细线状的东西 也是能要了他们的性命的 所以更不能随意丢弃 是啊 保护海洋动物应该先从自己做起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一善念 一善事 功德无量啊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拾其免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2024药师经消灾祈福法会 恭请战行法师 战虹法师共同领众 日期4月16日星期二 时间13点半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灾法义共募佛恩 亲民孝亲报恩 佛教慈悲至业高雄分会 举办八观灾界 祭祖操建普师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主法 日期4月21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法会设有各项功德主项目 欢迎提前来电登记 恰询电话07-221-2323 或07-282-0278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FB佛教中山书坊 南野宣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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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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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